上主,愿我的祈祷善大与你抬起, 求你侧而不听我的呼喊。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的教友,承认我在私隐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天师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高阳,圣父之子。 除年是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年是罪者,求你垂怜我们。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请大家祈祷。 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铲除对我们鼓励的一切障碍, 使我们能以自由的身心,遵守你的诫命,奉行你的旨意。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分立即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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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顺便拿点饼来给我吃 那寡妇说 我指着你的天主远生的上主启示 我没有饼 干你只有一把面 灌你还有一点油 你看 我正要使两根铲 回去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 吃了以后等死 而你也对他说 你不要害怕 尽管照你所说的去做 只是先要为我做一个小饼给我拿拿 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 因为以色列的天主上主这样说 直到上主时雨落在这地上的那一天 干你的面绝不会愿望 灌你的油也不会缺少 那个寡妇就照阿尼亚的话去做了 她和阿尼亚以及她的孩子吃了许多日子 果然 干你的面没有愿望 灌你的油也没有减少 正如上主 借着阿尼亚所说的一样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上主使为受压迫的人声约 祂给饥饿者食物 使求饭获得自由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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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保护女客 辅助孤儿寡妇 使恶能迷失道路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上主将原事为往 西渊的天主万寿无疆 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 公读自西伯南文书 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只是真圣所的模型 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 因此他能出现在天主面前 为我们转求 他无需一次一次的奔献自己 像大师祭每年 因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 否则从创世以来 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 可是现在他在这时代的末期 只出现了一次 以自己做牺牲 消灭了罪过 按着未能所规定的 能只死一次 死后就是审判 同样 基督也只一次奔献了自己 为除灭大众的罪过 将来他还要再次显现 不再是为赎罪而来 而是为了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主说 你们应当时时警醒祈祷 为使你们能安心站在人子面前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因你的心灵同在 宫度声儿姑福音 主愿欢迎你 那时候 耶稣面对奉献箱做着 看大家怎样向奉献箱里投钱 许多有钱的人偷了很多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了 投下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 耶稣便把他的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个穷寡妇投入奉献箱的 比所有的人投得更多 因为他们不过是把自己剩余的投入 但是这寡妇自己非常贫困 却把所有的一切 全部的生活费都投进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我们听到了一个穷寡妇的奉献 圣经上说 他现在是两个小钱 那么这个小钱是当时 所流通的最小的货品 128个小钱等于一个得纳 那么一个得纳呢 等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 因为在马东福音20章第二节说 他们一定一天一个得纳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 这个寡妇的奉献只有一个人一天工资的六十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是一百块的话 那么寡妇的奉献呢 是不到一块五毛七分钱 但是这对于这个穷寡妇来讲 却是他的全部的生活费用啊 你看耶稣的判断这个奉献的价值的时候呢 不是以金额的多与少来认定 而是以这个奉献者的能力来衡量 所以耶稣说啊 这个穷寡妇啊 比所有的人奉献的都更多 这个穷寡妇投进去的是两个小钱 在奉献箱里啊 我们知道犹太人啊 他们这个奉献箱做的是在这个圣殿 他们说是男人院和女人院 这个奉献箱就放在这个女人院那边 因为这个女人院这边来讲的话呢 男人也可以投钱 女人也可以投钱 总共呢就有13个奉献箱 12个是可以以色列12个支派安排的 另外一个奉献箱是给勒美支派 就是私自治支派的 那么呢 他们的奉献箱跟我们今天的大同小异 大同的话就是一个木箱子这样子 但是他们呢有不同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奉献箱大部分是上面一个口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江南有信封可以放进去 他们都不是 他们一个大木箱子之后呢 上面有一个类似于喇叭似的 这么一截啊 喇叭也 他们一把那个奉献箱叫做喇叭 因为上面有很长的一个口 为的是人在里面投钱的时候 当时用的全是硬立的 没有纸币的 为了是往里面放钱的时候呢 一放哗啦啦啦啦啦啦 别人一听到声音就感觉这个人放钱得多 所以为了让他们能听到这个声音啊 这个穷管户扔了两个小钱 那几乎啊就没有什么声音了 但是耶稣却注意到了 这两个小钱的叮当声 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听到 只有耶稣却注意到了 但是这个小小的叮当声 而且叮当了两千年 让我们这些赌道福音的人 都听到了这个穷管户的奉献 这个穷管户他可以不奉献 因为这个不是人的教授 是捐献 是捐献 是随着自己的 甘心乐意的捐献 他并没有想 让别人 有钱的人去奉献去吧 说我自己也没什么钱 但是反而呢 他自己却是献上了他的所有 那么我们知道 他用两个小钱 他也可以献一个小钱 留下一个 你看旧约当中说的是 要奉献的话是十分之一 你有两个小钱 在奉献的十分之一嘛 他却全部奉献上去了 所以啊 这个穷管户从头到尾 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没有心里埋怨曾经的遭遇 也没有埋怨贴主 为什么呢 他的丈夫去世 让他遇到这样的困境 他只是默默的奉献 然而啊 天主不会忽略一个真心奉献的人啊 天主必定报答他的心啊 所以在耶路撒冷圣殿内 在这里的话呢 耶稣注意到了这个穷管户 他的奉献 很多人对他人家是不惜一顾的 都在看着谁奉献的度 给谁来点赞 但是这个穷管户奉献的呢 耶稣却给他点赞 耶稣却说他是奉献的最多的 这个多当然不是指数量 而是指他内心中的奉献的全部啊 因为人看的是外表天主看的却是人心啊 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像这个穷管户一样 把我们的心放在天上 当我们心寄作于天上的时候 世界上我们全部的都可以奉献的天主 这是这个穷管户给我们的榜养啊 那么在旧业当中 那么厄利亚先生呢 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生 他到了一个管户那里 也是一个穷管户那里 这个管户啊更惨 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扎尔法特 扎尔法特在什么地方呢 在 应该说就是我们听到的是 提罗七东 这个在西边了 西北角 在七东的以南13公里左右 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西北部 在扎尔法特这里啊 属于外班人的地区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 在整个以色列中北啊 全是老荒年啊 三年六个月没下雨 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吃的 没有什么喝的 于是的话呢 他就到了扎尔法特特寡妇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 他告诉这个穷寡妇说 这个寡妇更惨 因为他家里缸里面 只有一点油一点面 他准备拾根木材 做了饼吃了 跟他的儿子一起等死啊 所以这个寡妇更惨 但是这个时候 厄里亚却说啊 先给我做个小饼 那这个法复也没有说 你怎么不去别人家去 要饭吃呢 你怎么不去有钱人家呢 我这么一个凶法复等死的人了 你还要我吃的喝的 没有这样 反过厄里亚 反而的话呢 他去找厄里亚的去做了 做了之后呢 果然如同厄里亚先知所说的 他缸里的油啊 灌里的油 缸里的面再没有减少 一直吃到花年过去啊 所以这就是这个穷寡妇他的奉献 他的奉献之后 看到了奇迹 看到了天主的能力 他的奉献得到了天主无上的祝福啊 他只是给厄里亚奉献了一个小饼 厄里亚说做个小饼 他只是做了个小饼 给厄里亚先知吃 但是他得到的祝福却是 不但能保存着自己的性命 而且还让自己丰丰富富的多得有余啊 所以圣经的教导看来啊 接待人是有福的 所以在马脱福音当中耶稣说 所以接待一位先知 因他是一位先知 将领受先知的赏报 谁接待一位义人 因他是义人 将领受义人的赏报 而且耶稣也说 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 因他是门土时的告诉你们 他绝试不了他的赏报啊 那么我们看到两位穷寡妇的奉献 他们献上的都是他们的心 都得到了天主的夸奖 得到了天主的祝福 那么今日的我们 我们的奉献很多的时候呢 在圣堂内 我们是把我们多余的零花钱拿出来奉献了 有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交换的心灵 说天主啊 我给你奉献五块 你得最好祝福我五百块 我给你奉献了五十块 最好你祝福我五千块 这样的话呢 我会更乐意给你奉献 我们在奉献的时候都想得到天主 更多的祝福啊 我们像是一种贿赂一样 但是那个穷寡妇献两门钱的时候 和那个舅舅当中的穷寡妇 他来做饼给厄利亚先吃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心态 是甘心情愿的奉献的 所以今天的我们不要有功利主义 不要想着我们给天主奉献一点点 我们就想得到更多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 只不过是我们目前需要 比方说一百块钱 只不过我们现在需要五十块 所以我留着五十块 五十块献给天主吧 就业当中都是要奉献十分之一的 充支配十一支税 就是你今天收入了一百块 十块钱奉献给教会 在今天当中 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奉献的是我们的心 其实我们知道 天主并不需要我们的物质财富 来满足他的需求 他并不贪同我们的财富 他看中的是我们乐意奉献的心 所以圣伯保罗宗主在格林多后中 九章七节说 每人找心中所着亮的捐助 不要心疼 也不要勉强 因为天主爱乐捐的人 那么同时呢 我们要有可悔改的心 圣人上说 天主我的寂献 就是这痛悔的精神 天主 你不倾敢痛悔和谦卑的持心 所以达位圣王 他给天主真正的奉献 就是他那一颗忏悔的心 天主也要求我们 在他面前有一颗忏悔的心 同时还有 我们真正的奉献 耶稣要求我们的 不只是几毛钱几块钱 也不是我们一天的时间 或者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天主要我们奉献的是 今天天主要我们奉献的是 我们的命 因为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天主的人资 请求你们 献上你们的身体 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地点 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 所以我们知道了 天主要求我们的 不是一点点的时间 一点点的青春 或一点点的金钱 也不是我们一点点的 理所能及的一个零花钱 不影响我们生活的一点零花钱 而是天主要你献上的 是你的整个的生命 这是他看为最贵重的 是你整个的心灵 因为他看人心 所以通过今天的福音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天主 这个奉献 是让我们能够得到 天主无上恩惠的圆权 这个奉献 是让我们能够效法 旧业中的管夫和 福音中那个管夫的榜样 让我们得到天主的肯定 阿们 我心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心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无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有圣父所生 他是处自天主的天主 处自光明的光明 处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二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驾下 他因圣神 由统真阿里亚去的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万世与老婆主政时 被我们被定在十字架上 受难苦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圣坛生者死者 他的神婆万事无交 我姓圣神 他是主既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守清宠 同享光荣 他自己先知们发言 我姓唯一之圣至宫 从宗族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子 只有一个 我期待神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 愿意所有的人 获得救恩 别人认识真理 我们恳气向他祈祷 请为天主的神圣教会祈祷 求主食产引导教会 并使在家会内的子女 得享天国远远的幸福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人类的和平祈祷 求主使我们都能珍惜今天的平安祥和 以友善的行为 建起能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桥梁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众教友祈祷 求主恩赐他们坚心依靠天主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在精神上或落体上遭受痛苦的人祈祷 求主恩赐他们坚心依靠天主 为此我们同声祈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天主 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 求你大法慈悲 抚听你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来我们的果实 满满柳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 愿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来我们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愿受赞美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 往全那里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万善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人死的上主 求你垂顾我们的县令 并使我们以热忱真挚的胸怀 来尊敬你圣子受苦受难的奥金 祂是天主永生永往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亲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地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祂借着余悦及完成了神庙的工程 祂使我们摆脱罪和死亡的枷锁 而分享祂的光荣 得成为特权的民族 王者的私底 圣洁的邦国 得救的子民 祢招教我们从黑眼中进入光明 我们要到处承扬你的德能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力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奔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葬礼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地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 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 你高举祂 使祂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祂的名 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神受难时 拿起面顶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事 我们喝醉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明 尚主 因此我们敬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赞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愿因圣神合而为一 尚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多么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垂念 或者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尽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仁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出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力天主圣父 一切出荆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毁于你这道永远 阿们 我们请尊重救助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放弃你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任何的十人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里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修乐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前段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妄罗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想对宗族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再给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按照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勇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里同在 请大家入平安 除年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垂念我们 除年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垂念我们 除年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垂念我们 为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养 请看除年失罪者 蒙多莱夫圣宴的人 是永福的 主 我当初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他使我气息在翠绿的草地上 又拧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 是永福的天主 请大家祈祷 人此地上主 感谢你使我们 再一次领受了圣体神粮 求你爬前圣神 带着天上的恩寿将来 盛化我们的心灵 永保真春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地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 教福你们 阿们 彌撒礼成 感谢天主